我抽到刘富阳的时候 我是特别开心的 是 对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学校 哦 对 但是没想到 马晓龙选一个民族舞 最难的一个民族 是 朝鲜舞 对 给阿肥森瞒到了 因为朝鲜族真的是 完全是用呼吸来去 带着这些人 你把你的肢体来去跳 其实是很难 跟街舞的气息是反的 所以就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些训练 就每次阿肥森说 要换一个动作 啊 啊 要换 我说很简单 很简单 啊 但是真的 这一次舞台完成特别的好 很棒很棒 看完之后 感觉这个故事 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然后老人 可能救了两只被捆了脚的贤河 然后贤河又包恩给了 给了他一个 就是能看清世界的这个眼睛 好的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作品 包括一开始 马晓龙老师跟刘老师 用这种女生的手法啊 来表演了这个仙鹤 哎呀 这个还确实还蛮入戏的 然后包括他们的衣服的这个配色啊 也是这个仙鹤的颜色啊 所以一下就把我带入了 真的是觉得他们两个 就真的是那个 能让老人家眼睛开始 呃 能够看到光明的那个 有灵 灵性的这样的灵物啊 这个确实是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啊 其实我是被 阿基上的演艺 就 吓到了 因为他的那个眼神 这些动作就看起来很真很真 觉得他做演员也可以 真的很棒 是啊 对啊 老刘 老刘跟我们说说 最开始怎么想要构思这个作品吧 呃 因为朝鲜族舞蹈的 呃 动力和风格 就像刚才韩能队长说的那样 比较难 我觉得真正站在舞台上 能做到融合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舞种的 演员舞者 我们能为一个主题 为一个作品服务 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 放下自己 把这个作品奉献给观众 我觉得这才是 最好的一个进步 大概六七年前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刘平洋老师 跳陶显舞的时候 那简直太震惊了 其实我比较喜欢 跳蒙古族舞 我和韩能队长一样 我们特别喜欢 因为很过瘾 对 来两下 啊 韩能老师来奔腾啊 来奔腾啊 来奔腾啊 奔腾好吗 走起 来两下吧 不是 我前几天能跳完 没有 我们再一起跳一下吧 好 来 二三 二三 数来宝 奔腾数来宝 一 3, 4,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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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